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毫无疑问 现在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新冠肺炎 所以我们学者把新冠肺炎 把它定义为今年最大的黑天鹅现象 因为它对我们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从学术上怎么定义它 我个人是把新冠肺炎定义为 我们人类遭遇到了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 它对世界经济对国际政治都有广泛的影响 那么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在面临三大挑战 一个是饥饿 一个是战争 一个是瘟疫 饥饿到现在好很多 因为人类生产力提高了 我们人类大概用现有的耕地和现有的农业技术 可以养活150亿人 所以理论上讲饥饿是没问题的 当然实际上由于这个分配不公还是有问题 这个大概我们人类还有八亿人左右面临饥饿问题 但主要是分配问题 不是那个生产能力问题 战争 战争呢 现在由于有这个核武器 另外就是这个国际法也比以前好 所以战争至少在大国之间 现在频率是减少的 但是现在看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们人类还是办法不多 就是瘟疫 今天这个新冠肺炎以一个比较残酷的形式 再次提醒我们人类不能骄傲 面对瘟疫再强大的国家 像美国我看他也出手无策 所以面对这三大挑战吧 我们还得保持谦卑 那么新冠肺炎就是属于瘟疫的一种 那么应该讲今年的新冠肺炎对各国的形成的挑战 所以我们中国网民有一个比喻 新冠肺炎就是对各国家的一个考试 中国在这一场大考当中应该讲条件不太好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受害者 我们是第一个遭到新冠肺炎集中袭击的国家 所以网民的比喻 中国是第一个做B卷考试的 其他国家应该讲他们就是开卷了 因为我们考完以后考底就公布了 所以中国的考试条件不好 但是应该讲我们中国在大国里面应对是比较好的 疫情控制的比较好 就给中国的复工复产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 现在大家都看到第二季度的数字刚出来 第二季度就还不错 第一季度我们是负的6.8 负增长 二季度就基本上就均衡了 我相信三季度四季度中国的增长率还会不错 全年中国能够实现正增长 这就很了不起了 当然下面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由于中国抗疫抗得不错 然后复工复产也不错 那么中国的相对优势就开始出来了 对各国抗疫应该是有一个评价机制的 那评价机制我个人认为应该最好的还是专业国际组织 那么正好在联合国下面 就是有一个专门负责公共卫生问题的专业国际组织 就是世界维生组织英文叫WHO 那么WHO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抗疫评价是比较正面的 这个WHO的这个总干事叫谭德赛先生 他公开的讲中国给世界啊 这个应该讲做了很多贡献啊 一个呢 中国至少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中国提供了很多知识 因为中国不是付了很多代价吗 大家就摸索了一些经验 树立了知识 然后他就把中国的这个实践定义为就树立了一个标杆 就我们中国话就是个模范 另外中外的网友 这个他们做了一些横向比较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美国处理流感啊 澳大利亚处理大火啊 还有日本处理钻石公主号啊 中国的处理效率要高很多 有些呢还做了一些这个近期历史比较 比如说2005年美国遭遇这个叫卡特里拉飓风 有那个处理就非常糟糕 还有就是日本处理那个叫福岛和谐漏 也是有问题 还有就是美国2009年处理这个 H&E流感也也是不是很好的 那么归纳一下就我看到的那个材料呢 国际上呢当然对中国也有些负面评价 另外呢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基层民众有一种种族主义反应 就是攻击中国留学生啊 攻击亚裔啊 负面影响有啊 但是呢正面还是比较多的 归纳一下呢 国际上的这个专业人士 就医生这种专业人士 还有这个公正的媒体啊 还有网民 他们对中国的肯定呢 大概是这么几个例 一个就是领导力 一个就是组织力 一旦领导拍了班以后 有这个组织有效的去推动这些政策 另外就是社会动员力啊 还有呢就是强大的工业能力 比如中国十天建一个这个医院 雷神山火神山都是十天左右建成嘛 这是很了不起的啊 还有就是科技能力 比如中国人都扫码啊 对不对 健康码 就是大数据 这个能力非常好啊 那个另外就是中国的那个检测能力也非常好啊 现在我们中国的那个检测数量已经超过一个亿了 这个美国是四千万 另外就是社会邻居率总体还是很好的 这是这个国际评价啊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亮点吧 就是东亚地区相对不错 再说准确一点啊 就是鲁家文化圈啊 这是表现得很好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开始承认了 就鲁家文明圈大概还是大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好 都很自觉的戴口罩啊 保持距离啊 就遵守纪律啊 所以表现比较好 这是一个亮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发展中国家 主要就是这个非洲 现在还可以 是吧 这是亮点 那么现在比较差的是这个美国欧洲了 那个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表现比较差呢 我想有社会政府两方面的原因啊 那么除了民众有责任呢 这个欧美疫情严重 更大的责任还是在政府吧 欧美政府首先 它的问题在于哪呢 所有的领导人天天想到选举 而不是想到那个把抗疫放在第一位 另外呢 政府服务于资本 就不能停工停产 不能影响华尔街股市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在它的文化里面 政治文化里面有非常深刻的社会达文主义 所以他们才会公然的说出 要搞这个叫群体防疫 群体免疫啊 实际上就是让大家放任之流呗 这个就是让老人啊 这个有基础病的病人啊 还有这个穷人 就自然死亡就算了 这是不是很残酷啊 是吧 这在东方是不能接受的 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地方 它就是他们的一种执政理念 这是这个对疫情本身的一些分析啊 那么下面我们就集中谈一谈影响了 首先当然是谈咱们中国自己了 因为中国是第一个受到疫情集中袭击的国家 第一个受害者嘛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就看 就是现在已经就比较明显了 当然由于我们这个抗疫还是不错了 所以呢 大概从四月份开始 我们的经济啊 就开始走向复工复产 第二季度呢 中国经济恢复 现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不是负增长了 就是正面恢复啊 不高 它正面恢复 那么我们可以预期 三季度四季度会更好一些 全年中国大概还能够保持正增长 那么社会生活呢 我们在疫情之下当然也是受影响了 对吧 一个美好的春节黄金周没了 这个五一黄金周也没了 这个很多假期都受到影响了 这个就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受影响的 有人推算过 大概最严重的时候 中国有十亿人生活是受影响的 但是呢 这个因为我们付出代价 还是有收获 我们得到的什么 就是全民抗疫是比较成功的 因此国民信心上升 然后国际关系上的影响 这样的 就是西方国家 还有部分周边国家 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上升 对吧 但是呢 多数国家 非洲 欧洲 这个美洲 还是对中国比较肯定的 所以 中国的国际环境呢 疫情之后会复杂 那总体还是上升的 就今年 这个意外的这个挑战 我们要克服 但 同时 就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不要变 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 这意味着什么 各级干部 各级组织 承担的责任是上升的 是吧 那么当然提了要求以后 中央也是有政策的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比如说 财政政策是有变化的 今年两会已经说 我们的财政赤制啊 会高一点 平时我们国家财政赤制 控制很严呢 一般都是在三以下 是吧 都是二点几 今年很可能 财政赤制会突破三 就是多借一点钱吧 这个另外呢 就是这个金融政策 比如说降低这个准备金率啊 这个应该讲金融政策 要宽松一点 但是我个人最重视的 当然还是这个投资政策 前几年 这个去产能嘛 供给车改革 它重点是去产能 这个所以对投资不太鼓励的 他今年呢 应该讲这个投资政策 是有大的变化 是吧 截止到四月底吧 全国各地政府 报上来的投资计划 超过了五十万亿啊 今年内 投资就要超过二十万亿 而且投资呢 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有一些老基建 比如说铁工机 是吧 铁路公路机场啊 铁工机还有啊 还有就是像我们北京 就是旧城改造 老住房装电梯什么的 但是这次投资有一个特点 就是新基建占的比例特别大 比如说5G相关的东西 还有这个特高压 是吧 这个智能电网 这个数据化等等 新基建这是很有特点的 这个同时呢 除了在投资方面有动作 还有一些鼓励消费啊 鼓励出口的措施等等啊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 可以让我们中国做到双生理 就是防疫战和经济保卫战啊 今天都可以打好 那么下面谈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对世界经济影响呢 现在有不同的评估啊 就一般的评估呢 都是都认为啊 就这一次新冠肺炎的影响呢 会比这个2008年呢 金融危机 就华尔街金融危机影响要大 这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 确实是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伤害啊 那这一次会超过上一次 而且这一次呢 更多的是伤害穷人 就清华大学 这个经济学院的 这个老师李道奎先生 他是我的好朋友 非常优秀的啊 他就说 说08年金融危机是富人危机 都是在华尔街有 很巨额投资的富人的危机 这一次是穷人的危机 因为新冠肺炎影响更多的是 住的房子很窄是吧 做一天工 才有一天收入的穷人嘛 这个性质不太一样 上次是富人危机 影响人很少的 这一次穷人危机 影响人非常的多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应该讲 危机的这个影响面 要比08年金融危机大 但是呢 有一些学者呢 他们又估计的偏高一点 他说啊会 这次新冠肺炎影响 会向那个叫1929到1933 那个世界经济大危机 然后会引发世界大战 那个呢 又过了一点 我觉得又到不了那个程度 这个 所以这一次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应该是这样的 介于两者中间 比这个08年金融危机影响 要大一点 又比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的 世界经济大危机 要小一点 是吧 是介于两者之间 那个影响 那么具体影响呢 首先就是资本市场 老在动荡 对吧 现在大家都看到 华尔街股市波动非常的大 对吧 然后欧洲股市 俄罗斯股市 印度股市 降得很厉害 今年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美国股市 中国股市啊 相对表现比较好的 这个其他股市呢 全部都是富的 这个 那总体来讲 不管是好还是坏啊 就是今年资本市场的波动性都特别大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没有把握 另外比较实的 就是这个石油所代表的大宗商品 现在整个价格都是下降 那么石油价格起不来 其他大宗商品都起不来 这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什么 各国经济停顿 因此货物贸易没有需求 因为由于这个人员交流 现在也受到影响了 航空都停了 旅游都停了 所以服务贸易今天也不行 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资本市场没有信心 总体是下行 下行过程当中波动特别大 很危险啊 因为由于这个货物贸易不行 所以大宗商品的价格往下走 还有就是这个服务业 需求也比以前少 所以服务贸易也不行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整个外贸形势不好的 做外贸的企业 就得面对一个寒冬吧 所以对外贸企业来讲 这个时候 一方面当然你还是要抓机会了 积极去这个拓展机遇 但另一个方面 可能你主要的思路啊 确保自己生存 活着最重要 现在可能还不是大展宏图啊 乱投资的时候 投资要慎重一点 那么大家可能注意到 6月2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是IMF啊 是不是发表了 今年的第二份报告 他就比一季度 三月份报告要悲观很多 三月份他预计今年 这个就2020年全球GDP下降3% 对不对 但是六月份他预计下降4.9 其中主要经济体美国是-8 欧盟是-10.5 日本跟美国差不多 大国里面唯一正增长就中国 增长很低啊 就1%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经济吧 必须面对的世界经济啊 那么 但是在这个 灰暗的这个冬天呢 还有一点阳光 阳光呢 还是这个跟抗疫有关 那么在全球化倒退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有一个东西会变得 比较有希望就是地区化 或者叫区域化 这个英文可以叫regionalization 那么恰恰是我们这个区域呢 是有一点机会的 就是还是我讲的这个东亚 翻译的东亚 东亚其实包括两块 一个叫东北亚 一个叫东南亚 那么其中东北亚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 就今年以来啊 总体来讲 中日韩在抗疫问题上 是有一点合作的 这个借这个抗疫 中日韩的合作 有点加强 这个非常有可能啊 这个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会加速 另外呢 东亚还包括东南亚 对吧 东南亚呢 有东盟四国在加那个东地问 那么 从过去十年的情况来讲啊 这个东南亚实际上是 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 东南亚这个地方呢 人口啊有六亿多 然后TDP增长非常的快 这个现在已经突破了三万亿 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市场了 这个 然后呢 潜力还很大 因为他那个人口年轻 不像那个中日韩呢 尤其是日韩人口老龄化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想地域也很大 五百多万平方公里 那个要是加海洋面积 那就更大了 我刚才讲的是陆地面积 地很大 人很多 国家树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是国际资本很关注的一个地方 我个人比较看好了 一个是中日韩 一个就是这个东南亚 东南亚也应该讲就是 他现在的产业体系啊 是开始这个机会很多了 所以这个有一部分做外贸的朋友 已经用脚走路了 这个把一部分产业转过去了 而且在至少在越南吧 效果还不错 这个 呃 总之呢 就是 以十加三 这个框架为基础 这个东亚地区合作啊 我的推算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 十就是东盟四国 三呢 就是中日韩 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这种合作 就客观上会往前面走 因为原来呢 十加三呢 生产完了就往那个欧洲和美国卖 但因为那个美国欧洲 他现在的客观上的经济情况不好 需求不行 所以我推上疫情之后 客观的情况会逼着 这十加三的国家 进行更多的区域内合作 所以对这个趋势啊 咱们企业界的朋友都关注一下 这里面是有机会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个一带一路里面还是有些机会 像这个非洲有些国家 现在发展的不错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跟中国走到比较近的国家 经济很好 这个我最近有学生去过那个埃塞俄比亚 而这俄比亚呢 就是对中国很信任 这个对中国的那个资本很配合啊 那么现在塞俄比亚经济是真正日上啊 非常好啊 另外呢 一带一路还有一个地区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中东欧 现在我们中国和中东欧 有一个对话机制叫一加十七 原来是一加十六 那么去年不是这个波兰也加入了吗 是一加十七啊 所以除了这个就是我们东亚合作啊 如果你要这个这个扩大这个海外市场的话 我想来应该把这个你的关注点还可以投到这个一带一路沿线上 一带一路沿线 目前我个人推荐的重点就是两个 一个是非洲地区 当然是不是所有非洲国家 这里面你也得选一下啊 就政局相对比较稳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 肯定像那个埃塞俄比亚这个是个典范了 其他还有几个也可以考虑肯定亚什么的也可以考虑啊 还有就是中东 这包括希腊塞尔维亚等等 匈牙利啊 这个呃 这两个地区吧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因为里面是确实蕴含了一些机会 那么当然再再往后面看啊 就是我们除了谈世界经济 这今年明年的这个负面影响 我们谈未来 未来呢我们得注意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全球化可能会有一点受挫 因为各国现在都是经济民族主义上来了 然后资本回流 产业回流 所以全球化会受挫 所以呢 可能这个从比较长的时段看 我们做好这么一个准备 就是过去四十年呢 风靡全球的全球化告一段落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就两个平行的全球化 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一个以美国为中心 那么这个呢就对中国提出了一个 另外一个挑战 除了就是要维持贸易增长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保护中国 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 这是一个挑战 中国在过去四十年 经过我们的努力啊 在世界产业链里面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地位 那现在呢 随着全球化呀 这个这个倒退 或者出现就平行全球化 很有可能 我们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 一部分地位就会伤失 这这这个对我们这个企业界 也是一个挑战啊 那么对我们中国企业呢 我有几个建议啊 第一个呢 还是立足国内市场 我们要抓住两个循环 一个国内循环 一个国际循环啊 以后又渐渐以国内循环为主 那么对企业来讲呢 什么叫以国内循环为主 就是要立足国内市场 把国内市场占好 2019年呢 其实中国有一个挺大的一个进步 就是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 超过了美国 英文叫retail market 2019年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 是41.6万亿人民币 那么按照去年全年的 这个平均人民币汇率啊 是6.7 就是41.6万亿 除以6.7 我们略为超过了一点美国 这个事儿很重要 因为当今世界有个什么毛病呢 就是全球生产力过剩 生产力过剩的情况之下 购买力很重要 对吧 国中医商讲 谁有购买力 谁老大 因为你产品做得再好 卖不出去 砸在手上 你就亏损了嘛 必须给它卖出去 是吧 那么原来呢 美国比较牛的一个地方在哪呢 就它的零售市场永远第一 但是去年开始 中国的零售市场世界第一 这个事儿挺伟大的 好像我们媒体不知道什么原因 讲的不多 其实应该大奖特奖 中国现在不仅生产能力第一 现在消费力也是第一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从去年开始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终端市场 终端就是最终的意思 终端市场 英文叫end market 因此呢 对任何企业来讲 不仅是国内企业 也包括国际企业啊 必须在中国这个市场 有一席之地 否则你在世界市场 那个江湖 你是没法混的 知道吧 那么在抓国内市场的时候呢 我建议呢 要抓一个叫新基建的机遇 其中就包括线上经济 今天你看我们在网上 这个播报啊 这就是线上经济的一种类型啊 那以后就成为一种 更更广泛的形式 另外要注意技术创新 企业还得有绝活 因为那个老基建 它容量有限 而新经济呢 基建它潜力非常大 知道吧 所以重点要抓新基建啊 这是两个建议的 第三个呢 就是外贸还是要做 国际情况 首先还是要抓中国周边 我相信在这个危机之后 东亚区域内的 这个经济合作会加强的 非常有可能 今年内啊 我们可以就是建成这个RCEP 这个就是地区经济全 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啊 会建成啊 第四点建议呢 就是除了抓周边 还是要注意就一带一路 还有新兴国家 像俄罗斯啊 巴西啊 南非啊 土耳其啊 印度啊 还有一个欧洲 还是要抓 老欧洲新欧洲都要抓 最后中美关系要注意一下 贸易可以做 但贸易也得注意 它的安全风险啊 是对企业的建议啊 那么至于说这个 对国际政治影响 简单的说一下 这样的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大概最后很像 那个2001年的911的影响 就是它这个事件 那么事件呢 来了 突然来了 影响很大 但是事件会过去 它的影响会小于91年底啊 苏联解体 导致了在结束这个变化 这个这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影响啊 就是它总体影响相当于911 比苏联解体小一点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影响 就是各国国内啊 矛盾都会上升 是吧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呢 各国国内的原有的矛盾 都会受影响 像那个 像美国这个大选就会受影响 还有就是美国的种族骚乱 也都跟这个疫情严重有关啊 另外就是社会啊 社会呢 坦率讲啊 就是很多国家 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影响 另外这个国际政治影响呢 还有这个各个地区 它的以后的这个 这个走向会有点影响 我个人推算 就是一群过后吧 美国的总体国际影响 会有点下降了 还有一个就是欧盟 这是表现不好 欧盟实际上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没什么用 欧盟的影响也会下降 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欧关系 也会有点问题 特别是德国美国的关系 这个然后中东地区 因为这个各国现在都是影响 就疫情也很严重 然后石油价格下降嘛 中东地区 我觉得内部的困难会更大 这个相对来讲 东亚会好一点 所以一个是抗疫好 一个是经济恢复好 所以国际政治影响 同样也会上升 这个最后呢 当然这个 再讲虚一点 就是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对人们观念的影响 因为我前面讲了 这个新冠肺炎病情 其实对各国都是一个考试嘛 这个考完了以后呢 可能还是有不同的分 对吧 那么我个人估计啊 整个国际社会 对西方的评价 会有点变化 因为美欧两个发达地区 表现很不好嘛 大家会有个什么感觉啊 就是伟大的西方老了 而鲁家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 对比鲁家文化圈 优点出来了 是吧 那么在西方里面啊 西方的领袖 美国还有一点危险 而中国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 由于防御表现非常好 经济保卫战也会成功 所以中国呢 肯定啊 总体国际地位上升 但是也有个隐患啊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就是说由于中国的这个 两战吧 防御战 经济保卫战 做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中国呢 总体国际地位上升 但越遇到外部的挑战 会更复杂 OK 这就是我个人呢 对这个 新冠肺炎之后啊 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 其中包括了这个 对外贸环境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只能 这个非常抽象了啊 总体的提一点这个建议 具体的这个操作啊 具体的应对措施 我想你们在一线工作的 企业家 可能是是更有办法 这个反正期待大家 这个首先是身体好吧 远离病情啊 其实呢 就是大家的事业啊 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健康的发展 这个再次感谢这个 感谢会议主持方 咱们斯奈德公司 和这个风凰网啊 组的组织了这么一个活动 谢谢大家 咱们斯奈德公司